美国慈祭新泽西分会志工参加爱迪生士年度的家庭式 志工介绍大爱感恩科技 把宝特瓶变成衣服的技术 吸引了电视台小记者来采访 接受采访介绍慈祭对志工来说不是第一次 但这回是爱迪生士地方电视台的小记者提问 想要知道慈祭如何推动环保 曾经在环保站工作的麦克库博 深知分类回收的重要 当他了解大爱感恩科技的用心 便决定穿上慈祭的志工服装 我们经常在继续的资工服装 但这很难 因为人们都在急着 把他们担心 我们会有很多机会 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人 爱迪生士的家庭日是当地年度重要活动 家长陪伴孩子的快乐时光更是共同成长的好机会 新泽西慈祭志工的用心独特看得见 也因此浮现出一个个及时行善的家庭 答案新闻 真神理之工陈在新 美国报道 现在我们将写主席的家庭 我们将写主席的家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